我看您今年也带了建议 提到了人工智能方面 您怎么看 我觉得人工智能是今天 最热门的科技创新的话题 最近一系列的技术突破 都是美国最先突破的 我觉得中国在追赶的决断 我建议在今天的基础教育里面 普及人工智能的知识 加大国内的人工智能人才的供企 早 早 你是坐前面还是 他得坐最后面 那对年轻人您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要尽快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现在AI在各样各地都开始应用 我觉得这些新的就包括 怎么把AI这些工具用好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都不会用的时候 你会用对你的时候就是机会 而且你用AI的工具 来做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的解决速度就比别人快很多 所以在我们内部的话 很多同学 很多设计师 你比别人更会用这些AI的工具 你的工作效率就会高很多 我觉得在新的时代里面 我相信还会有新的机会 得音 你会用这些工具 我相信 你会用这些工具 你会用的工具 我说你会用这些工具 你会用这些工具 做工具